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迅速实现债权人之司法上权利 五 强制执行之种类及方法 一 终局执行 执行程度应使债权人之司法上权利完全获得实现 本案执行 即假执行 军属 终局执行 一 金钱请求 债权 之执行 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 金钱 给付 一 执行标的 动产 不动产 船舶 航空器 其他财产权 二 执行方法 查封换价满足 一 查封 或 发扣押命令 冻结 剥夺 债务人对于其责任财产之处分权 以避免债务人脱产 二 换价 透过 拍卖 变卖 或 强制管理等手段将债务人之责任财产 变现 三 满足 将 换价 所得现金满足 经常 债权人之金钱请求 债权 二 非金钱请求 债权 之执行 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 金钱以外 之给付 一 物之交付 一 动产 取去交付 强制执行法第123条第一项 二 不动产 解除债务人占有时归债权人占有 强制执行法第124条第一项 二 行为 不行为 一 行为 可代替行为 代替执行 例如 拆除房屋 登报道歉 强制执行法第127条第一项 不可代替行为 间接执行 间接强制 例如 亲自道歉 强制执行法第128条第一项 二 不行为 间接执行 间接强制 强制执行法第129条第一项 二 保全执行 执行程度应仅足以避免债务人脱产 暂时保全债权人将来可以实现之司法上权利即可 一 假扣押 执行 金钱请求 获得意为金钱请求之请求 查封 或发扣押命令 二 假执行 执行 一 保全假执行 金钱请求以外之请求 查封 二 定暂时状态假执行 是其性质而定 六 明示诉讼法之准用 强制执行法第30条之一 一 程序及抗告之规定准用之 例如 其日期间 送达 抗告等规定均得准用之 二 诉讼法里 不准用 例如 当事人地位平等 之法里 与强制执行之性质不符 不得准用 三 强制执行法中关于 诉 之规定为准用必要 强制执行法所规定之各种 诉讼 例如 债务人意义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14条 第三人意义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15条 等 本为诉讼程序而应适用 明示诉讼法之规定 无需接引强制执行法第30条 之一规定准用之 主题二 总论 上 执行民意 执行主体 执行课题 考点一执行民意 一 意义 据以申请强制执行之公文书 强制执行之依据 表彰债权人对于债务人 请求之内容与范围 二 执行民意法定主义 执行民意 以法律明文规定者为限 不得由当事人合意创设 亦不得类推适用或扩张 解释法定之执行民意 三 要减 一 需为公文书 或 视为公文书者 二 需表明强制执行之 当事人 债权人 及 债务人 三 需表明 应执行之事项及范围 四 需以 命债务人 己付 为内容 一 以 判决 知执行民意为例 原则上警 己付判决 得作为执行民意 确认判决 即 形成判决 则不予焉 二 为应注意者系 命债务人为意思表示之判决 其判决内容不待执行即可实现 故人不得作为执行民意 强制执行法第130条第一项 五 需该给付之性 并只过于强制执行 命夫妻及行同居教务之己付判决 如于以强制执行 将有侵害债务人人格权 自由权之危险 故不得强制执行 六 需该给付内容可能 确定 通法 四 审查 一 执行法院对于执行民意 是否有效成立 自应加以审查 最高法院81年台抗字第114号民事判例 二 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 经执行法院 刑事审查 而确认欠缺上开执行民意之要件者 执行法院应驳回其申请 不开启执行程序 若误为开启 则属 违法执行 债务人得 申明意义 强制执行法第12条 五 种类 基于前接 执行民意法定主义 执行民意仅限于强制执行法第4条 第一项所列举之六种执行民意 再无其他 一 确定之中局判决 强制执行法第4条第一项第一款 需为 中局 确定 本国法院所为 之 给付判决 一 中局判决 以终结该审计程序为目的所为之判决 二 确定判决 当事人均不得在以上诉方式 申明不服之判决 最高法院22年抗资第2692号民事判例 三 本国法院所为之判决 强制执行法第4条第一项第一款 所称 确定中局判决 限于 本国法院所为之判决 若为 外国法院所为之判决 则属同条项第6款所称 其他依法律之规定 得为强制执行民意者 四 给付判决 如前所述 原则上紧 给付判决 具有 执行力 而得作为执行民意 确认判决 即 形成判决 则不予焉 二 假扣押 假处分 假执行制裁判 及其他医民事诉讼法 得为强制执行制裁判 强制执行法第4条第一项第二款 一 假扣押 假处分制裁判 一期执行军署 保全执行 二 法院所为准许假扣押 及假处分制裁定 不待确定及得为执行民意 而具以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法第132条第一项参照 二 假执行制裁判 一期执行署 终局执行 二 假执行裁判执行民意之不安定性 暂定之执行民意 被告对于假执行裁判人得上诉 该裁判有遭上诉审法院废弃或变更之可能 一 原判决或假执行裁判遭上诉审废弃时之处理 执行程序终结前 遭废弃 假执行裁判施其效力 执行法院应停止执行 并撤销以为且尚未终结之执行处分 明示诉讼法第395条第一项 分析 应注意则系 假执行宣告经废弃或变更后 纵使当事人就本案判决再度上诉 且有理由该以经废弃确定之假执行宣告 义无从回复其效力 需由法院令为假执行之宣告 执行程序终结后 倒废弃 债务人有下列二 救济途径 A 上诉审法院废弃或变更宣告假执行之本案判决者 应依被告之声明 将其应假执行或应免假执行所为给付及所受损害 于判决内命运告返还及赔偿 被告未声明者 应告已得为声明 明示诉讼法第395条第二项规定 B 债务人亦得选择另行起诉 一名法第179条规定请求债权人返还所受领之给付 二 债务人 被告 得于执行标的物拍定 便卖货物之交付前 供担保免假 执行 法律规定 明示诉讼法第392条 上开 担保 所担保之范围 除 债权人应免假执行而受损害 外 是否包括 债权人之本案请求 部分 债权人就其 本案请求 部分 得否就该 担保 优先受偿 最高法院57年度第14名 刑庭总会会议决议 三 其他一名是诉讼法得为强制执行 之裁判 一 诉讼费用负担确定之裁定 明示诉讼法第89到91条参照 二 以确定之支付命令 明示诉讼法第521条第一项 三 一名是诉讼法成立之和解或调解 强制执行法第四条第一项 第三款 一 属 终局执行 该 诉讼上和解 与确定判决有同一之效力 明示诉讼法第380条第一项 一 明示诉讼法所成立之 调解 又与诉讼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 明示诉讼法第416条第一项 二 当事人若细于强制执行程序中成立和解 属 诉讼外之和解 仅具有明法 实体法 上之效力 并无执行力 当事人需另行取得执行名义 例如提起诉讼而获得申诉确定判决 否则不得单以该和解书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最高法院27年抗资第549号明示判例 三 一 相正式调解条例所成立之调解 则属强制执行法第4条第一项第6款所称 其他依法律之规定 得为强制执行名义者 相正式调解条例第27条 四 一 公正法规定得为强制执行之公正书 强制执行法第4条第一项第4款 一 要见 公正法第13条第一项 分析 一 一 公正法 做成之 公正书 二 就公正法第13条第一项各款法律行为所做成之 公正书 三 该公正书上有 应尽受强制执行之记载 四 债务人己付持言 二 效力 一 有 执行力 但无 即判力 二 执行力之主观范围 公正法第13条第二项 三 就记 一部具备公正书之成立要件 执行法愿应驳回执行之申请 若物与执行 则属 违法执行 债务人得 生命意义 强制执行法第12条 二 公正书上记我之实体请求全部存在 属 不当执行 债务人得提起 债务人意义之素 强制执行法第14条第二项 五 抵押权人或执权人 为拍卖抵押物或货物之申请 经法院为许可强制执行之裁定者 强制执行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五款 一 相关规定 明法第873条 二 程序 申请法院拍卖抵押物事件 系属非送事件法事件 非送事件法事件法第72条 而该法院准许拍卖之裁定 不待确定即得作为执行名义 债务人得对该裁定提起抗告 为抗告不停止执行 三 性质 性质上属 对物之执行名义 以债务人之特定财产为对象 债权人仅得申请就该裁定所示之 特定标的物 抵押物 为执行 以及债务人仅负 物之有限责任 对于该 特定标的物 抵押物 之 个别执行程序 终结时 整个执行程序 一终结 不得再执行债务人之其他财产 而执行完毕后 若人无法完全满足债权人之债权 执行法院亦无需发给债权人 债权凭证 比较 对人之执行名义 以债务人为对象 债权人得选择对债务人之总财产 中之任以财产为执行 并得 追加执行 执行完毕后 若人无法完全满足债权人之债权 执行法院应发给债权人 债权凭证 公日后再具以申请执行 四 就计 以程序不合法 刑事要见欠缺 一 裁定取得程序中 抗告 非送事件法 事件法第41条 二 执行程序中 属 违法执行 债务人得 声明异议 强制执行法第12条 二 实体权力欠缺 一 属 不当执行 债务人得提起 债务人异议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14条第二项 二 提起 确认抵押全部存在之诉 大法官是自第182号解释 或 确认拍卖无效之诉 司法院院自第646号解释 六 其他依法律之规定 得为强制执行民意者 强制执行法第4条第一项第6款 一 法律 包括 公法 及 司法 但不含 命令 二 重要事例 以一 乡正式调解条例所成立之调解 如前所述 并参乡正式调解条例第27条规定 二 本票裁定 三 外国法院之确定判决 四 在大陆地区所为之民事确定裁判 民事仲裁判断 六 执行民意效力之限制 强制执行 开始 之要件 一 法律规定 二 限制之种类 强制执行 开始 之要件 一 执行民意赴 条件 条件 此指 停止条件 成就 立 一 执行民意之内容为 债务人应于债权人催告后给付债权人新台币000元整 二 执行民意之内容为 债务人应于债权人给付新台币XXX元整后将AO交付债权人 二 执行民意赴 期限 期限 此指 使其 戒之 立 执行民意之内容为 债务人应于民国00年00月00日给付债权人新台币000元整 三 执行民意 需债权人提供担保 债权人提供担保 假执行 民事诉讼法第392条第一项 假扣押 民事诉讼法第526条 假处分 民事诉讼法第533条准用第526条 四 执行民意有 对待给付 债权人以为给付或已提出给付 一 债务人于实体法上主张 同时履行抗辩 执行民意并将该 同时履行抗辩 予以记载 例 对待给付判决 知判决主文 被告应于原告给付新台币200万元之同时将A车交付于原告 二 性质 属强制执行 开始 知要件 而非 执行民意成立 知要件 强制执行法第4条第三项 分析 债权人应于对待给付或已提出对待给付后 使得申请对债务人之财产为强制执行 若未复合该 开始 知要件及开始强制执行者 其执行程序违法 违法执行 得以强制执行法第12条规定 申明意义 三 对待给付 知认定方式 法院仅为 刑事审查 由债权人证明之 例如以 提存书 或 申请执行法院讯问债务人 等方式为证明 真点 对待给付 部分得否作为 执行民意 一 非确定判决 知执行民意 如 诉讼上和解 移民是诉讼法作成之条解 公证书 等执行民意 两造均为债权人而得申请执行 故该 对待给付 部分得作为 执行民意 例假象已买售件第一笔 经请求公证人作成公证书 采明 已应于民国 夏同 93年11月10日将该见地交付并办理所有权以转登记于假 假因同时给付价金300万元予以 否则均应尽受强制执行 二 确定判决 知执行民意 该 对待给付 部分警署强制执行 开始 知要件 而非独立之 诉讼样的 并无 既判例 或 执行例 故不得作为 执行民意 债务人 被告 无从以此确定判决对债权人 原告 申请执行 三 限制之要件 须明确记载于执行民意上 四 限制之审查 刑事审查原则 债权人应提出 刑事证明 以供执行法院为刑事审查 七 执行民意所表彰债权之消灭时效 一 特殊规定 分析 应注意者系 于104年7月1日新修正之明示诉讼法第521条第一项规定 债务人对于支付命令位于法定期间合法提出异议者 支付命令得为执行民意 不再赋予确定之支付命令 与确定判决同一之效力 而仅具有 执行力 故以无上开明法第137条第三项规定之使用 二 时效完成之救济 债权人取得执行民意后 应强制执行请求权 并无时效问题 一 故纵使该执行民意所表彰之债权 已离于时效 债权人人得随时具以申请执行 其申请并非违法 执行法愿不得禁语驳回 为债务人得以时效完成之实体理由 提起 债务人意义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14条 八 执行民意之禁合 一 意义 同一债权人对于同一债务人就同一几付请求权取得负数之执行民意 债权人假对于债务人以之某一金钱债权 既有 公证书 之执行民意 又提起几付之诉获得申诉确定判决 二 比较 强制执行 程序 之禁合 数债权人持数个执行民意对同一债务人之同一责任财产 同时或先后申请强制执行 三 效力 通说采 先后执行民意均有效说 该数执行民意均为有效 为因其等所表彰之极付请求权均属同一 债权人经其中一执行民意执行受偿后 其他执行民意所表彰之极付请求权益同归消灭 此时债务人可提起 债务人意义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14条 九 执行民意之消灭 一 意义 执行民意丧失其执行力 二 原因 一 法律上原因 一 执行民意经裁判废弃 二 应债务人工担保而免为假执行 民事诉讼法第392条第二项 假扣押 民事诉讼法第527条 假处分 民事诉讼法第533条 三 于月法定执行期间 强制执行法第132条第三项 二 事实上原因 例如执行民意原本因火灾而灭失 亦无执行民意正本之情形 三 效果 一 执行程序开始前消灭 执行法院应驳回债权人之申请 不得开始执行 二 执行程序开始后 终结前消灭 执行法院应急停止执行程序 并撤销以为之执行处分 若继续执行者 属 违法执行 债务人得 声明意义 强制执行法第12条 三 执行程序终结后消灭 应执行程序已终结 无从撤销以为之执行处分 债务人需另行提起 返还不当得利 或损害赔偿之诉讼 考点二 执行主体 一 强制执行之法律关系 三面关系说 通说 执行法院 执行债权人及执行债务人等执行主体兼之三面关系 二 执行主体 一 执行法院 一 组织 分析 仅 地方法院设有明示执行处 而就强制执行事务享有事务管辖权 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均无 二 执行机关与判决机关分离主义 执行机关 执行法院 明示执行处 于执行时 不审得该执行所欲实现之实体权力是否存在 刑事审查原则 若就此有征执应交由判决机关法院明示庭判断之 三 管辖 分析 以应注意则系 就其他财产权之执行 若该其他财产权为债务人对于第三人之金钱债权 则管辖法院为该第三人住所地之法院 二 强制执行事件为何一管辖 规定明示诉讼法第24条之实用 三 选择管辖 同一强制执行 数法院有管辖权者 债权人得向其中一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法第7条第3项 债权人向其中一法院申请执行后 其他法院之管辖权并未消灭 如债权人再向其他法院提出申请 除得以某法院系属在前为由裁定驳回 强制执行法第30条之以准用明示诉讼法第249条 第1项第7款 外 其他法院不得以无管辖权为由驳回之 四 宜送管辖 如债权人申请执行时法院并无管辖权 则法院应依申请或依止权 裁定依送其他管辖法院 强制执行法第30条至以准用明示诉讼法第28条 分析 依上开始物见解 执行法院制宜送管辖裁定 应于执行法院实际为执行行为之同时 或实际为执行行为后 送达债务人 以免债务人处分或隐秘财产 五 嘱托执行 受理强制执行事件之法院 需在他法院管辖区内为执行行为时 应嘱托该他法院为之 强制执行法第7条第4项 而嘱托执行后 受托法院及成为执行法院 司法院院自第218号解释 二 执行当事人 执行债权人 执行债务人 一 区变 一 执行当事人 与实体当事人 未必一致 例如以第三人支部动产设定抵押权 后债权人申请拍卖 该第三人支部动产 此时该第三人 抵押人 物上保证人 方为执行债务人 实体法上支债务人 并未成为执行债务人 二 执行当事人 与诉讼当事人 未必一致 例如于既判力扩张 民事诉讼法第401条 知情形受判决效力扩张 所及之第三人 并非行是诉讼当事人 但仍为执行当事人 二 执行当事人能力 具备诉讼上当事人能力者 有执行当事人能力 强制执行法第30条 至一准用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 专题研究 强制执行程序开始后 如债权人或债务人死亡时 法院应如何处理 一 债权人死亡 除专属债权人本身之债权 债权人之继承人 遗产管理人 遗嘱执行人均据执行当事人事格 得由其为强制执行开始之请求 或续行执行 二 债务人死亡 强制执行开始后 执行债务人死亡者 虽执行债务人欠缺当事人能力 但执行法院人得现行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法第五条第三项 三 执行当事人事格 执行民意主观范围 一 原则 强制执行事件之当事人 一 执行民意之计我定之 二 例外 执行力扩张 执行民意主观范围扩张 一 法律规定 分析 A 与民事诉讼法第401条规定相似 基本上仍延续过去 执行力主观范图等于 计判力主观范围之通说见解 B 诉讼系数后为当事人之计受人 解释上应与民事诉讼法第401条 第一项规定相同 C 诉讼系数后为当事人 或其寄受人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 只专为当事人 或其寄受人之利益 占有标的物之 他主占有人 例如保管人 授记人 授认人等 比较 若为 占有辅助人 占有机关 例如法人之代表人 法定代理人 受雇人 同居家属等 其占有人 仍为当事人本人 非属上开 诉讼然后为当事人 或其寄受人 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 二 执行当事人是格之调查 三 执行当事人 是格于否之就计 A 债务人 不是格意义之素 必须可执行之素 专题研究 合伙 之强制执行 实物见解认为 一名法第681条之规定 对于合伙 之确定终局判决 即判例 与执行例 均集于各合伙人 之 个人财产 一 相关法令规定 二 相关实物见解 考点三执行课题 一 意义 即强制执行之 标的 一 非金钱债权 之执行 一 物之交付请求权 之执行 一 执行名义所示之特定物 为执行课题 二 行为或不行 为请求权 之执体 一 债务人之行为本身 为执行课题 二 金钱债权 之执行 一 债务人之责任财产 为执行课题 二 责任财产 一 意义 一 狭义之责任财产 专止于 金钱债权 之执行 得救债务人之 总财产 中为执行 即 查封 换嫁 满足之部分 换言之 责任财产 仅为总财产 之一部分 二 广教之责任财产 除上开 狭义之责任财产 外 上包括于 物之交付请求权 之执行 该执行名义所示之特定物 二 犯限制 一 性质之限制 以依权力之性质 不得让与或执行 例如 不容通物 以身专属权 如人格权 非独立具有财产上利益之权力 如撤销权 或解除权 等 二 法律禁止让与或执行之财产 例如 强制执行法第52 53 122条等规定 实体法上禁止扣押之债权 明法第294条 第一项第三款 公务员请领退休金之权力 军人领取保险金之权力 军人或其遗族领取扶序金之权力等 三 一 当事人间之特约 不得谋语者 通说 实物认为 明法第294条 第一项第二款 关于债权得一当事人间之特约 禁止转让 但不得以其特约对抗善议第三人之规定 于强制执行程序并无适用之余理 据此 纵使当事人间又不得违改与之特约 执行法院人得执行之 办理强制执行事件 因行注意事项及规定 关于第115条部分 如一当事人之特约 不得让与之金钱债权 执行法院人得发以转命令 四 债务人应继承 强制执行 征收或法院之判决 而于登记前已取得之不动产物权 人属债务人之责任财产 而得执行之 分析 其意旨在于贯彻明法第759条规定 借由 代办 继承 登记 之方式 避免债务人借故拖延不办理 继承 登记 而逃避执行 无畏办保存登记建物 违章建筑 人属债务人之责任财产 而得执行之 二 时间之限制 原则上需于 强制执行开始时 属于债务人之财产 及债务人之限有财产 三 责任限制 有限责任 一 物 之有限责任 债务人警救其 特定财产 负清偿责任 债权人义警得就该 特定财产 申请执行 不得再执行债务人之其他财产 拍卖抵押物裁定之执行 二 财 之有限责任 债务人警救其 故有财产以外之独立财产 负清偿责任 债权人义警得执行该 独立财产 而不得执行债务人之 故有财产 继承 明法第1148条第二项参照 一 若执行法院物对继承人之 故有财产 为执行 继承人应如何救济 一 原则 是否为 有限责任 实体问题 执行法院无审任之权限 而继承人之 故有财产 既非 责任财产 则继承人就该 故有财产 之执行即非 执行债务人 应依强制执行法 第15条规定提起 第三人议议之诉 二 例外 执行名义有 副保留 之记载 执行法院依执行名义 判决 之外观 为 刑事审查 即可认定该有限责任 故若法院物就继承人之 故有财产 为执行 即属 违法执行 继承人应依强制执行法 第12条规定 申明意义 例 判决主文 被告和欧林 和欧姐 和贵 合注应于继承被继承人 和欧局遗产范围内 连带几付原告新台币 判决原则 执行标的是否属 责任财产 执行法院 仅得就该标的之 外观 为 刑事审查 认定之 一 动产 之执行 一 占有外观 认定之 为若动产有登记 如汽车之间里登记者 亦得依其登记 认定所有人 二 不动产 之执行 人 建筑执照 使用执照等公文书 为认定依据 三 其他财产权 之执行 一 债权人承报 认定之 为若该财产权 有登记者 如著作权 商标权 专利权等 自得以登记 认定权利人 五 执行错误之救计 法院物就非属 责任财产 之标的为执行时 利害关系人 应如何救计 一 法院应违反 刑事审查原则 而执行错误 属 违法执行 应依强制执行法 第十二条规定 生命意义 二 法院遵守 刑事审查原则 确认执行错误 法院以依法 就该标的之外观 为刑事审查 但该执行与实体 法律关系不符者 属 不当执行 应依强制执行法 第十五条规定 提起 意义之诉 主题三 总论 下 强制执行之进行与救济 考点 依强制执行之进行 一 强制执行之 开始 一 书状申请 二 证明文件 三 执行费 一 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 应缴纳执行费 强制执行法 第二十八条之二 为执行开始要件之一 二 执行费之负担 收取与预纳 三 执行费之确定 四 受长次序 四 申请合法之处理 五 申请不合程式之处理 一 债权人申请不合程式 或有其他欠缺 可以补证者 执行法院 应定相当其兼命 其补证 与其人不补证者 应以裁定驳回之 强制执行法 第三十条之一准用 明示诉讼法 第249条第一项 二 为弱系欠缺证明文件 且执行法院 为原第一审法院之情况 执行法院 应自行调卷宗 不得命当事人 补提或驳回其申请 强制执行法 第六条第二项 六 强制执行 开始 之十点 执行法院 着手实施强制执行 之最初执行行为 十 一 金钱债权 之执行 一 就 动产 不动产 船舶 航空器 之执行 查封 十开始 二 就 其他财产权 之执行 发扣押命令 十开始 二 物之交付 请求全之执行 一 动产 之交付 执行法院 着手取去动产 十开始 二 不动产 之交付 执行法院 解除债务人 之占有 十开始 三 行为或不行为 请求全之执行 一 可代替行为 之执行 执行法院 对第三人为授权 代债务人 为行为 之裁定 十开始 二 不可代替行为 即 不行为 之执行 执行法院 为具体 管收或为 处代金之命令 十开始 二 强制执行 之登记 一 供强制执行 之财产权 其取得 设定 丧失或变更 依法应登记者 不动产物权 明法第758条 商标权 二 登记其事由 需通知登记 机关登记者 除发生 直接使权利 义务发生 得丧变更 之事由外 尚应包括 假扣押 假除份 查封之登记 又经办理 持续者 亦应通知 办理图销查封登记 三 强制执行之 延缓 一 经债权人 同意者 此 债权人 指执行债权人 包括 申请执行之 债权人 及 双重申请执行之 债权人 强制执行法 第三十三条 但不含 有执行名义 之参与 分配债权人 二 性质 属 法定执行契约 若法院违法继续执行 属 违法执行 当时人得一强制执行法 第十二条规定 申明意义 四 强制执行之 停止 一 原则 强制执行程序开始后 不停止执行 执行不停止原则 二 例外 法律令有规定 一 强制执行法第十八条 第二项锁定是由 二 主张公正书 又不得强制执行之 是由而提起诉讼 三 就准许本票强制执行 裁定提起 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之诉 非送事件法 事件法第195条 停止本票裁定执行之方法 依旧本票裁定提起 抗告 非送事件法四条第二项 强制执行法第十八条第二项 得停止执行 二 主张本票系伪造 变造者 而于本票裁定送达后 二十日内 提起 确认之诉 非送事件法第195条 第一项 第二项 应停止执行 三 主张本票系伪造 变造意外之原因 使债权不存在 而提起 确认之诉 并提供相当并确实之担保 非送事件法 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 得停止执行 四 提起 债务人意义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十四条 十八条第二项 得停止执行 四 债务人为免为假执行 假扣押 假处分而供担保 五 就 拍卖抵押物裁定 提起 确认抵押全部存在之诉 停止拍卖抵押物裁定执行之方法 依旧拍卖抵押物裁定 提起 抗告 非送事件法四第二项 强制执行法第十八第二项 二 提起 十八第二项 三 提起 确认抵押全部存在之诉 是一百八十二 强制执行法第十八第二项 六 申请 定暂时状态假处分 之裁定 X 三 滥行申请停止执行之损害赔偿责任 四 停止执行之效力 原则上 强制执行程序之 停止 仅于该停止事由之相关当事人间发生停止效力 相对效力 其他债权人人得对债务人或执行标的继续执行 五 强制执行之 撤销 一 撤销之对象 一 个别执行处分 之撤销 就个别之 处分 措施 行为 或命令 为撤销 范例 撤销某标的物之查封 撤销正在进行之拍卖程序 撤销所发之收取命令 二 个别执行程序 之撤销 就某 特定标的 所为之执行程序 为撤销 例 执行中同时查封 A B 二标的物 后发现A标的物非债务人所有而撤销其执行程序 此时仅 A标的物 之 个别执行程序 终结 依执行名义所进行之 整个执行程序 仍为终结 三 整个执行程序 之撤销 就 整个依执行名义所开启之执行程序 全部为撤销 例 执行名义 一 经裁判废弃 法院应撤销 整个执行程序 执行程序 亦因此终结 二 撤销对象之限制 撤销之对象限于 已开始而尚未终结 之执行程序 处分 三 撤销之时由 一 应 债权人撤回执行申请 而撤销 特别规定 二 由法院依止权撤销 以强制执行限缺开始执行制要件 二 债务人声名义意有理由 强制执行法第十三条 三 于强制执行开始后始发建债权人查报之财产 却非债务人所有 强制执行法第十七条 四 执行程序 应债权人不为必要行为或预约必要费用制不能进行 强制执行法第二十八条之一 五 执行名义 经裁判废弃 法院应撤销 整个执行程序 执行程序 亦因此终结 六 债务人以供担保免为假执行 假扣押 假处分 明示诉讼法第三百九十二 五百二十七 五百三十六条 执行法院应撤销其 整个执行程序 六 强制执行之 终结 一 个别执行处分 之终结 一 不动产之 拍卖处分 终结 拍定 时终结 二 拍卖程序 换价程序 终结 将拍定物所有权移转于拍定人 时 一 动产 执行法院将拍定物交付拍定人 时终结 二 不动产 拍定人领得执行法院所发给权利移转证书 时终结 二 个别执行程序 之终结 一 金钱债权 之执行 一 动产 不动产 船舶或航空器 之执行 拍卖价金交付分配债权人 时终结 二 对于第三人之财产权 之执行 一 收取命令 债权人实际收取债权 时终结 二 以转命令 以转命令送达第三债务人 时终结 三 支付转给命令 法院分配价金与各债权人 时终结 二 物之交付 请求全知执行 交付债权人 动产 或使归债权人占有 不动产 时终结 三 行为或不行为 请求全知执行 一 可代替行为 知执行 第三人 依授权裁定 代债务人完成该行为 时终结 二 不可代替行为 或不行为 知执行 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 时终结 四 保全程序 知执行 脱离假扣押 假处分之处置 例如并本案执行 撤销假扣押 或假处分等 时终结 三 整个执行程序 知终结 一 执行名义所在债权 及执行费用 以完全获得满足 二 发给债权人 债权凭证 依法律规定 二 适用对象 一 金钱债权 之 终局执行 程序 二 对人之执行名义 三 效力 一 整个执行程序 终结 二 债权消灭时效 重新起算 明法第129条 第二项第五款 分析 依据上开实物见解 纵使债权人 未发现债务人 有财产 债权人 仍得借由 三 债权凭证 得作为执行名义 债权凭证为强制执行法 第四条第一项第六款 之执行名义 故债权人日后 得依此债权凭证申请执行 无庸再缴纳执行费 三 执行名义所在债权无实现之可能 例如 交付特定物 之执行程序开始后 该特定物灭失者 四 债权人撤回强制执行之申请 五 执行法院中撤销执行程序 考点 二 强制执行之救济 一 总论 架构 一 违法执行 程序瑕疵 救济方式 声名义 强制执行法第十二条 二 不当执行 实体瑕疵 程序合法 但执行结果与实体权利 义务关系不符 救济方式 明示诉讼 一 债务人义义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十四条 二 债务人不适格义义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十四条 治疑第一项 三 许可执行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十四条 治疑第二项 四 第三人义义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十五条 二 各论 一 声名义义 一 法律依据 老师丁宁 强制执行法第十二条 所称 申请 即 声名义义 其意涵不同 一 申请 请求执行机关 为一定行为或不行为 致意死表示 二 声名义义 请求执行机关 将其一定行为或不行为 予以变更或撤销 致意死表示 二 意义对象 以强制执行之命令 二 实施强制执行之方法 分析 综合上开字物见解 执行法院以 裁定 为执行方法者 当时人就知人 仅得以强制执行法 第十二条规定 声名义义 不得进行提起 抗告 三 强制执行时应 遵守之程序 分析 依上开实物见解 执行法院 违反实体法上之规定者 例如未对优先承买权人 为通知 应该规定 究非强制执行法 第十二条所称 强制执行时应 遵守之程序 当时人仅得以诉请救计 不得一该条规定 为申请或申明异议 四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 三 管辖法院 执行法院 明示执行处 四 声名异议之时期 强制执行程序 终结前 应是申请或 声名异议之内容 分别情形定之 二 债务人异议之诉 一 法律依据 二 诉讼性质 行程之诉 通说 目的在排除执行名义之执行力 一诉讼标的 债务人之 异议权 程序法上执行成权 二 计判例之 客观 范围 紧急于该 异议权 诉讼标的 之存否 至于执行名义所表彰实体法上 债权之存否 仅属 攻击防御方法 其判断不生计判例 但仍可能产生 真点效 三 异议 撤销 之标的 整个执行程序 或 个别执行程序 皆可 三 起诉是由 一 确定判决 或 与确定判决 有同一效力之执行名义 执行名义成立后 或 确定判决之前诉讼言词辩论终结后 有 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之事由 发生 一 消灭债权人请求之事由 例如 清偿 提存 抵消 免除 债权让与 债务承担 等 二 妨碍债权人请求之事由 例如 时效抗辩 债权人同意延期清偿 等 三 执行名义成立后 或 裁判之前诉讼言词辩论终结后 其法理基础为 既判力之遮断效 于 既判力基准十点前 存在之攻击防御方法 通说认为包括 既判力基准十点以前 所存在之事实 抗辩权主张 以及解除权 撤销权等形成权之主张 但不包括抵消权 受既判力所退断 故当事人不得以该等 攻击防御方法提起 债务人异议之诉 一 既判力基准十点 为何 A 确定判决 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 10 B 与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 之执行名义 执行名义成立 10 例 诉讼上和解或调解 和解或调解成立时 2 执行名义无确定判决 同一之效力者 如 公正书 拍卖抵押物裁定 本票裁定 执行名义成立后 或 执行名义成立前 有 债权不成立 或 债权不成立 或消灭或妨碍 债权人请求之事由 发生 1 债权自始不成立 例 准许拍卖抵押物裁定 其抵押权之设定系 基于通谋虚伪 意思表示 之情形 2 消灭或妨联 债权人请求之事由 3 执行名义成立后 强制执行法第14条第1项 或 执行名义成立前 强制执行法第14条第2项 均可 此等执行名义并无既判例 故意无 既判例遮断效 之问题 故无论上开事由 发生于执行名义成立前 后 均得提起债务人 异议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14条第2项 准许提起债务人 异议之诉于否 已有确定判决 同一效力之执行名义 异议是由存在于 行名义成立前 X 既判例遮断效 异议是由存在于 行名义成立后 强制执行法第14条第1项 二无确定判决 同一效力之执行名义 意义是由存在于 行名义成立前 异议是由存在于 行名义成立后 异议是由存在于 行名义成立后 异议执行法第14条第1项 四管辖法院 执行法院之名是庭 五提起之时期 一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 指强制执行开始后 整个执行程序 执行名义之强制执行程序 终结前 二整个执行程序终结后 虽不得提起债务人 异议之诉 但仍得令起诉请求 返还不当得利 或损害赔偿 六别诉禁止主义 如有多数得主张之 异议原因失实 应一并主张之 其为一并主张者 不得再行提起异议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14条第3项 立法目的 纷争一次解决 避免基于不同之异议原因 失实反复起诉 拖延强制执行之进行 七法律效果 一提异议之诉 法院应必要情形或 一申请定相当并确实之担保 得为停止强制执行之裁定 强制执行法第18条第2项 原告 债务人 获申诉确定判决后 一经其提出裁判证本 执行法院应及停止执行 并撤销以为 且未终结之执行程序 及执行处分 三 债务人不适得异议之诉 一 法律依据 二 诉讼性质 行程之诉 通说 目的在排除执行民意之执行力 三 管辖法院 执行法院之名是庭 四 法律效果 一提异议之诉 法院应必要情形或 一申请定相当并确实之担保 得为停止强制执行之裁定 强制执行法第18条第2项 二 原告 债务人 获申诉确定判决后 一经其提出裁判证本 执行法院应及停止执行 并撤销以为 且未终结之执行程序 及执行处分 五 提起之时期 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 一指 整个执行程序 执行民意之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 四 许可执行之诉 一 法律依据 二 诉讼性质 确认之诉 通说 目的在 确认执行民意之执行力 对于债务人存在 故其诉讼标的为 执行民意对于 债务人之执行力 三 管辖法院 执行法院之名是庭 四 提起之时期 驳回裁定送达后 十日之不变期间内 五 法律效果 债权人申诉确定者 得知该 申诉确定判决 即原执行民意 对于债务人申请强制执行 债务人不得再 争执其不受执行民意 效力所及 亦不得依强制执行法 第十四条第一项 提起债务人意义之诉 五 第三人意义之诉 一 法律依据 二 诉讼性质 形成之诉 通说 目的在排除执行民意之执行力 三 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之权力 以所有权人 权 一 共有人 权 于 共有 之情形 若债权人对 共有物 强制执行 将侵害其他共有人之权利者 他共有人得单独提起第三人意义之诉 排除对于共有物之强制执行 二 副条件买卖 支出卖人 权 三 副条件买卖 支买兽人 X 实物间接认为 副条件买卖契约成立时 买兽人仅取得占有 使用标的物之权利 买兽人必须清偿或一约完成特定条件 使能取得标的物之所有权 在此之前 买兽人不得提起第三人意义之诉 二 违章建筑 一 原始建筑人 A 让雨前 圈 B 让雨后 受让人支债权人就违章建筑申请执行时 让雨后 受阴人 事实上处分权人 支债权人就违章建筑申请执行时 原始建筑人不得提起第三人意义之诉 二 事实上处分权人 A 原则 X B 例外 违章建筑之房屋 原非债务人所有 而被执行法院物与查封 受让人 事实上处分权人 得 代为所有人 如原始建筑人 提起之 明法第242条参照 三 信托财产 圈 分析 应注意者系 对信托财产为强制执行者 亦因为违反信托法第12条第一项规定而属 违法执行 雇除提起 意义之诉 外 亦得以强制执行法第12条规定 声明意义 四 继承人 就其 雇有财产 遭执行 五 用义务权人 如 地上权人 一 侵害用义务权人利益 圈 拍卖土地后点交之强制执行 将使地上权人无法对该土地为实用收益 故地上权人得提起第三人意义之诉 二 为侵害用义务权人利益 X 利 于 单纯拍卖 五点交之情形 因应用义务权有 追及效力 故该强制执行 并未侵害用义务权人之权益 不得提起第三人意义之诉 六 抵押权人 一 原则 X 抵押权人不占有实用抵押物 且纵使抵押物遭强制执行 抵押权人义得就该抵押物优先受偿 强制执行法第34条第二项参照 自无提起第三人意义之诉之余的 二 例外 抵押物之已不遭执行至抵押物价值减损 损害抵押权人之权益时 抵押权人例外得提起之 七 执权人 留置权人 圈 执权人 留置权人均以 占有 标的物为权利要件 抵押或假处分之债权人 X 假扣押或假处分 未再禁止债务人就标的物任意为处分 并未赋予先为 假扣押或假处分之债权人 较其他债权人更为优越之地位 四 管辖法院 执行法院之名是庭 五 提起之时期 一 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 一 强制执行 开始 后 执行标的物之 个别执行程序终结前 二 个别执行程序终结后 虽不得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 但仍得令起诉请求 返还不当得利 损害赔偿 或返还所有物 六 法律效果 一提异议之诉 法院应必要情形或 一申请定相当并确实之担保 得为停止强制执行之裁定 强制执行法第十八条第二项 二 原告 第三人 或申诉确定判决后 一经其提出裁判证本 执行法院应及停止执行 并撤销以为 且为终结之执行程序 及执行处分 专题研究 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 之意义 以申明意义 强制执行法第十二 应是申请或申明意义之内容 分别情形定之 二 债务人意义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十四 整个执行程序 执行名义之强制执行程序 终结前 三 债务人不适格意义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十四条之一 执行程序 执行名义之强制执行程序 终结前 四 第三人意义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十五 执行标的物资 个别执行程序 终结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